明星期一至五,黃昏六點到八點,吳辦高森,彈球均真,啤梨漫步,節目主持人,啤梨林匡正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前往北京,出席文化合作項目典禮,她在出發之前說,今次兩日的行程,沒有安排和中央官員會面 這次一早上,會否也會面臨中央官員和下宣發資 不會,我們這次的工作是完全與文化合作項目有關的 今天上去,因為下午我們要在現場看看情況,和參與文化項目的顧工的朋友 研究明天要相關的工作,整個兩天的官式訪問行程 我和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晴淑儀女士和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副處長吳智華先生一起進行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中央未批准曾俊華辭任財政司司長 做法並不令人難以理解,認為就算兩三星期後才批准 也不代表中央阻止他參選特首 因為既然不想早批,被人覺得中央已經鼓勵他參選特首 如果太遲批,就被人以為中央特地阻止他參選特首 我認為中央應該不會想被人覺得他想阻止他參選特首 因為這樣做法會容易引起批評 雖然我個人來看,覺得兩三星期才批評應該是比較少 既然不傳達負面選擇,又不傳達正面選擇 劉兆佳在一個研吐會發表演說 認為中央有意爭取溫和民主派的支持 無論誰當選下屆行政長官,都需要推行包容性管治策略 配合中央對港的新政策和各界合作,緩和社會兩極化 好,星期四晚的《啤酒漫步》 首先可以幫你查看,可以拉上一點點 想看一些更新的留言 是,今天星期四的《啤酒漫步》 可以預告給大家聽 因為我今個禮拜上看了太多電影和演唱會了 我會霸佔你很多對自己看 昨天和我讀男朋友看《星球大戰》 我會跟大家分享很多,可能我都說了不定 另外,上星期沒有提及《啤酒漫步》 我都會在第四節再跟大家提及 因為甚至播不到影片,我心情不好就不提及 今個星期的影片應該沒問題,我們會提及 還有,我也會提及四部電影 頭兩部電影我會提及《啤酒漫步》 就是《啤酒漫步》和《星球大戰》 另外還有兩部電影是《死亡不忌》和《刺客信》《教條》 就會留在最後說,為什麼要把兩部電影調到前面說 因為真的想說回這兩部電影的政治語意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貼合 去說香港的情況 第三節你會說什麼? 第三節我會說國際環節 之後我會說日本旅行的第二天 國際環節我會說說哥倫比亞 因為我看到剛才說哥倫比亞和他們所謂的左翼軍隊的和談 也會說北韓 金正恩五年 施政的總結 沒錯,也會說 在特朗普上台或者現在俄羅斯的國勢 中俄美三國的互動關係 都非常之好 但我們現在說什麼? 現在當然每天都是禮牌賽 都要跟進最新的新聞 又是特首的所謂的 我經常都不想說 因為都沒有自己投 誰做差不多的所謂的跑馬仔 今天林鄭在這兩天 就會去北京一些關於戶 出席一些故宮文化的節目 另外今天689在北京見了法國主任徐兆史 跟他的官員就是蘇錦良 也有陳茂波 但是沒有陳家強 有什麼寓意呢? 首先人們就會看看 今天林鄭就宣佈了 說不會見任何的領導人 甚至中央的官員都是沒有份的 究竟他會不會私下一些場合 會受到人的祝福 或者會對他開綠燈 或者紅燈 這兩天的發展 至於之前說的 曾俊華到現在是12天了 不知道12天還是13天 都還沒有批准 會不會是TVB 和星島所謂的引述北京的權威 說你開了紅燈是真的 之前我們說的就是 是不可能的 甚至是因為他是不想這麼早 開綠燈給你就有一個錯覺 你全力支持對曾俊華 這個假選舉的詳細就不好看了 好像上次 陳早陰點了 這個董建華 或者曾蔭權 或者唐一年的 就不好看了 誰知道唐一年陳早陰點了 都敵5.689 這個就後話了 這次可能是習俠新 習近平不想重蹈覆轍 或者是他有些新人士的作風 劉少佳說的話 就跟我們之前的評論 竟然是不謀而合 他說因為太早就好像 陰臉了足福 甚至如果是太遲批 又可能會被人誤解 臨時才去找個人出來做 都不奇怪 這個意思是太遲 代表習近平心目中 或者北京心目中 已經是 到現在沒有人選 我相信中間落物 就是不想被人有陰點的錯覺 亦都想告訴別人 其實他在心目中已經是有人選 這個會不會是曾俊華呢 為什麼在程序上 我自己看 如果到現在還未公佈 可能就是了 他還沒想定你不做錯事 那誰做 現在不是找陳家強做嗎 陳家強的處理 有消息說 六八九就推陳茂波 你記不記得是五師十三 副財政司長 他就是想陳茂波做的 這個可能是有壓緊 當然是陳家強做 那幾個都做了他 還是想陳茂波 幾個月都沒什麼 我又這樣說 因為這個 最後一屆的財政優勢案 都是要財政司發佈的 是啊 所以其實都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所以當然是陳家強 陳茂波的角力 都是很重要的 可能因為陳家強 不是他金融的派系 陳家強 是陳德林 就是陳智思伊 三層的金融系統 就不屬於六八九 另外我之前 你記得就是 阿啤一口咬定 陳茂波做硬的 就做緊的 我就買爛 買兩隻馬 一賠 一賠 九八九十九的陳智思 因為當時我猜就是 因為王岐山 或者習近平 比較喜歡金融系的人 我就數漏了陳德流 我當時數金融系 就是陳智思 陳家強我猜不會 因為陳家強跟陳茂波太類似了 不會是曾俊華不行就找陳家強 一定會有一點不同 可能陳智思或者陳德林 那為什麼曾俊成呢 因為曾俊成 我自己覺得他出來選 就贏了眼 就是選位 就是拿眼 建制票也好 工商票也好 工商票也好 為什麼不投給曾俊華 要投給曾俊成呢 就是如果沒有曾俊華 那為什麼我覺得 還會有一點暗勇 是會沒有曾俊華 或者是最後一條 可能第一 就被人扔到騙子 看他的輪相 第二有一點 他受到死亡的祝福 是 誰死亡 扮民撐他 現在很多黃絲 哦 是啊 真的暗勾 中共最要面對面子 他不是說 習近平思想不開放 萬一他真的被曾俊華上了 已經解讀成為 現在習近平 對著反對派的勢力 認輸 或者扣頭 或者妥協 那這一點 我有一點點的後著 就是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是最後未必是曾俊華呢 那當然就肯定不是中聯辦 西環路線的林鄭和葉劉 那些出來 若算若得選 都是襯托而已 就是被人做戲 那我覺得真的 曾俊成 那初初就是 前陣子就是 689不選 我不選 留給年輕人 因為我初初想出來選 都是阻止他 那怎知道這兩天 又有些後風就不同了 他就說他仍然在構思參選的政綱 甚至暗示自己 仍未放棄參選 那就是我一賠99 都還有些機會套中 不過他也會留一條後著 他就說 如果有些人和政綱一模一樣 他也會支持他 那他就說不用心急 因為他說 最後才是宣佈參選 即是最著數的 那這樣他就成了 第二樣的 他說他上一次 都是截止報名的時候 前兩三天才宣佈不選 那今次就算要宣佈 也不用這麼早 那昨天他出席了這什麼場合 就是跟劉兆佳同一個場合 就是聖保羅救生會 那他也跟這個 現在被人人稱 登神的蕭若元 他自己也說是登神 他合照 你死了你 曾鈺誠 都說祝你合家平安 我 真是大膽禍 他還堅持在Facebook說 他沒有受到祝福 為何要祝福你 也不敢說 那些人 譬如阿倫和謝路美 問現在 登神或蕭山 是祝福了他誰 祝福了曾駿華 曾駿華 他起初就說 扯我說他出閘而已 沒有說他當選 但是他後來又被 不知什麼投資策略 或者不知什麼 香港投資日報訪問 他都覺得曾駿華贏 但是 他就說葉劉氣勢如雄 最後去投票 他都猜是曾駿華贏 所以沒用 我都說他現在去買齊這麼多家 要每天轉玩 如果你真的抓他 買誰 就自己捉蟲 那會不會最後變成 葉劉氣勢如雄 出不了閘 就不提名 曾駿華大毅 但是最終當選 還是曾駿華 最後給曾駿成 他代替了 是不是才會這樣 但是最後 他沒有提名 林鄭 那就糟糕了 至於李慧琳 這條真是老奸 不是人為老 這是一個計劃 之前問過很多 關於六八九會不會連任 問過關於葉劉 曾駿華和林鄭 他都不評論 但他也不壓著 去到曾駿成 他就說個人上 他是支持曾駿成 他幾年在曾駿成 他會壓著 這件事 會不會有少少可以參透一下 你知道我們很可憐 看中國政治 香港政治都很可憐 我們有沒有分投票 有沒有左右大角 唯有要揣摩個人的心意 令人們透露了嚴肌後方 這就是香港政治的悲哀 這件事真的很可憐 現在真的很可憐 我想說 我們如果不是做這些節目 要不要有去揣摩 林鄭上去不見專家官員 是否代表他不受支持 曾駿華遲兩個星期 辭職又怎樣 我完全沒有興趣去捉摩這些 竟然捉摩 竟然捉摩 最後又是他 北大人一句話 他可以 他不行 然後我們現在就在索他那一陣 還要索他 燈神那些 又要去猜燈神 究竟是誰 竟然很無人 他去燈神祝福他誰 我心想的是 誰受到中共的陰典祝福 就捉住他誰 就算沒有 都要捉捉他 究竟他是否實際上是中共賺錢的 我就是屌炸泛民 屌你老闆 現在誰選都還未知道 脫掉褲子 拋掉褲子出來 等曾駿華拆掉 要不要做到這麼沒面子 你老闆 你知不知他選委是有權力去選一個特首 你是可以去跟他抗議 你還未跟他抗議 你已經沒有辦法了 好像泛民照責任 是 陶謹申 立刻露了他的底牌 有什麼階段性 你瘋狂 然後又說 我相信曾駿華不會像梁振英那樣 你怎麼相信 當時你們這些人都說 相信梁振英不會像唐英年那樣 接著 一仔這個星期的頭封面 林鄭 很多色的 發現林鄭找上門 老董心中有鬼 不說 好像以為他兩國都有奸 話說 林鄭是不是有上過你家 去找你這條老兒筆 不答 然後他說不答 不答 這樣也是挺搞笑的 在轉第二個話題之前 昨天我看到有些網友 就咒著 究竟這個全國政協副主席 算不算中共領導人 中國大陸的領導人 首先 因為昨天我 但董建華也是全國政協副主席 他算不算領導人 我不覺得他像領導人 第一這些是虛涵 第二如果真的要講這個架構 首先 中國 就浪費一兩對分中共 因為 都家構 有四套班子 所謂四套就是黨 國人大和政協 在所有地方 即省市 和國家層面都是這樣的 這四個班子 就是黨 就是中共 國就是國家 人大就是政協 你也知道是什麼 領導人 只有國級的官員 才是領導人 中共分五級 國級 省部級 廳國級 院主和鄉科這五級 這五級也分正和負責 一共十級 正國級官員和副國級官員 都是國家的領導人 高幹子弟就是頭五級 屬於高幹的官員 正國級就是 昨天就說了 一定是這四套班子的 話事人 就是中共的總書記 國家的主席 國務院的總理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 和全國政協主席 再加上政治局的常委 副國級 除了副國級 就是包括他們的副手 所以全國政協副主席是 不過曾經我記錯了 全國政協副主席 可以有很多人 很多個 十幾二十個 今屆有超過二十個 我記錯了 因為以前是有常務副主席 只有三四位 到80年代 82年代 體制改革就沒有了 所以全國政協副主席 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 副委員長 這些都十幾個 國務院副總理 以前十幾個 現在只剩下幾個 今屆就是 張高麗 劉賢東柳 汪仁和馬海 還有一個國家副主席 永遠都一個 通常都一個 今屆就是李源潮 那些都是副國級 再加上四個直轄市 北京、上海、重慶 和天津的書記 再加上廣東省的書記 都是副國級的 再加上 最高人民檢察院院長 最高人民發言的院長 都是的 當然正國級的 還有中紀委的書記 中紀副書記 大部分都是屬於副國級 有少部分不是的 中央軍委的主席 就是國家友好 中共的溫貴主席 都是同一個人 都是屬於正國級 副主席 正常都是副國級 很多這些人 都是中央設置的委員 都包了 所以中央政策委員 理論上 都是副國級的官員 這樣就是很清楚 講完這些事情之後 我們播了一條片 這條片我經常講 就是為什麼現在香港的樓 劏房 或者一些偽豪宅 偽劏房住宅 可以成行成市 是因為太多無良的 仆街地產商 和這些所謂的業主 你們有些陽光射進來 你們還可以在這裏 立正埋 想不到 現在的劏房 都可以這麼開心 近年百多二百尺的劏房 越劏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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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還是有價有市 港台最新的一集烹窗集 就用迷你單位來做主題 很開心的 如果早點的話 這裡有些陽光射進來 你還可以在這裏立正埋 這位業主 就真是厲害了 家裡沒有找擺餐桌 將會變成立正埋規念 立即變得多有格調 他這樣想就對了 改變不到樓家 嘗試調整自己心態 用最積極樂觀的態度 去接受樓谷的傾形樓市 這些是否叫知足常樂 心中富有 難怪地產商會這麼說 就算皇帝也是紛爭床 就算皇帝也是紛爭床 香港人 真是好正面 在節目後患報 又訪問了一個男士 說現在的地產商把豪宅劏房常泰化 他說難聽說 就是一場洗腦運動 中不中? 唉 你看有多少人沖去買劏房新本就知道了 遲下還可以納稅 那香港人就不怕私人空間不足了 自我感覺良好 這房子小到站在那即食 其實幾折得 還說好 唉 你們的廢精不會明白了 因為你們連買這些劏房的機會 都沒有 好啊 哈哈哈哈 那立食 那立食你日本達人是甚麼意思呢 不用日本達人的 這個世界很多地方都是立食的 立食就是不只擺一張椅子 站在那裡就立食 不不用日本 其實美國很多地方都有 你吃熱狗也是立食的 對 因為那些不用你租這麼大的地方 其實不用椅子 其實最主要是方便租 那你心想現在是無恥的 但我覺得無恥是 就是這些人是無恥的 我真的很不明白 那些人經常要將就自己 調整自己的心理和心態 去屈就 去就這個這麼想變態 這麼不合理的社會 而是將這些人 好像說到很對 還有你要上車 沒有這些劏房 你哪有上車啊 哪有租到樓啊 說你是否男女 四個人同一間房 是否完全不合理啊 我只能看兩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那些劏房會這麼貴呢 其實因為一個單位 是包含所有設施的 如果你的位置很小 其實你越大 大家一起承擔公共設施的份量 就越少 如果你是很小 那你已經包含了 你用電梯的使用權 或者走房的通道 其他東西 所以是會貴 等於劏房而已 劏房應該這麼貴 因為劏房就是因為 如果單位很小 就算是很貧戶的劏房 不是說比豪宅更貴嗎 其實概念就是一樣的 這個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第二件事 就是你剛才 很多人都在此笑 那些人 自己是幻想自己的媽媽 但我這樣說 這個生活 是我們全香港 要共同承擔的責任 如果這件事 是真的這麼大 我們已經革命了 是不是 是不是瘋狂的 正常真的 我們是不是要去革命 人們經常說是原罪犯 一套戲 縮到這麼狂 在旺角五、六千元 都是租百幾十 做四條有share 不要說這些 那時候 看半島善事台 租三千元一個深水埗 劏房 只是可以爬上去 就是他硬一開二 然後你爬上去 你連蹲下的高度都沒有躲起來 是要革命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現在 每個人都坐在那裡 好像沒事發生 那樣是活該的 我們 因為就是有很多人 經常說要調整自己的心理 我再舉一個例子 我經常搭這個 對地鐵鐵火車 那些人永遠是衝進來 在紅磡站 只有一些日子 譬如你九龍塘 那些人不會衝進來 就下雨 因為那些人怕死 走前災就要踏濕 那衝進來 譬如 經常有人一次排開 就要搶手搶腳 上來去霸位 紅磡 九龍塘就有很多情況 那通常我見到人一衝 又不讓我先下 我就一定會照撞 那誰知道又有些黃絲 譴責我 他說你這樣做 不就跟吳智森 是exactly 是這樣的 劉西良說你黃蟲有什麼分別 哦 不是我就是這樣說 你記不記得 我也不知道上次有沒有說 那些老師就這樣說 你現在找工作 一萬多元生存不到嗎 你搞什麼東西 扔磚啊 搞什麼革命啊 搞什麼搞亂香港 喂 不是說那些藍絲啊 是說那些黃絲 就是那些黎絲 喂 當這個社會這樣 我又很同情那女兒 那我難道扔磚啊 那我也生活得 買到幾百萬的單位 那我買了那麼多錢 我不會催眠自己 我這樣生活怎麼可以 那我們又沒有人搞革命了 大家都覺得現在香港沒有問題 那我也要調整自己的心態 覺得自己沒有問題 那最後一樣 你香港人真的很活該 我真的想說 因為呢 其實我覺得最精緻的一樣 就是香港人 其實從來買樓 最不在乎的就是 那個單位究竟夠不夠大 我舉一個例子 我記得那時候 黃遠曼 那時候呢 我記得他寫了一篇文 就問一下大家 你覺得一個居住 你想的居住條件 是搭配什麼的呢 他舉了很多 譬如裝修 居住的地點 交通 環境 空氣 那麼多事情 是沒有提過 單位有多大的 而這是很多香港人 都在想的問題 你說不是啊 我覺得那些劏苦的人 有問題 我又記得我印象很深 我不知道在Diskus 還是Uwans 那個討論區 有一個家庭主婦 有一個老婆說 哎呀 兩夫妻四百多尺 真的不夠住 立即被人圍吊 他說 四百多尺都不夠住 你是不是瘋狂的 我現在住幾尺幾尺幾尺 然後他說 屌你老闆 你這些人就是來的地 四百多尺都不夠住 是不是要給你一個皇宮 才住 香港人就是這麼賤 一方面 你是屌尺的劏房很小 住都住不了 有兩夫妻 有一個老婆說 四百多尺真的不夠住 我要搬大一點 又要被人屌 那四百多尺你覺得很大 所以就弄一些百多二百尺 給你一個人住的單位出來 對呀 就回到那些人 我覺得你一方面 當然 條類很囂張 但是你要明白 你都自然會想到 條類為什麼這麼囂張 正如我們上次說 那些發展商為什麼這麼囂張 這單位不是賣給你的 他不是賣給你的 他是賣給那些炒家 賣給那些大陸人 他用錢看你香港面識嗎 你可以做什麼 你可以做的事情 一就是 我正如之前說 搞亂香港 搞亂樓價 那這些地產商 那些大陸人都走著 就跪在你面前 求你買單位 要不就 就像剛才的女兒 你又不搞革命 又說 香港現在還住得人 還覺得住一萬多元 有份高沒有什麼問題 有很多老闆 那我就繼續催眠自己 我不催眠自己 那我怎樣在這個 這麼瘋的單位裡面 繼續生活下去 我是很可憐他 沒有辦法 那你想想 那他可以做什麼選擇 那他只是買得起這層樓而已 那他如果不買這層樓 那他就繼續租 那租就連連加租 那他就越租越小 可能中有一天 十年後八年後 他都要住這個單位 就要租樓的話 那這個就是香港的現實 只不過是香港很多人 都還沒醒 然後我們就隔岸官方 覺得 我們四百多尺 夠住呢 你夫妻子 吵什麼不夠住 那些人真的傻 八多尺都要買 你以為他想買的嗎 你以為他想瘋 你以為他想瘋的嗎 那這個世界就是這麼瘋 你看那些屌尺 人家說四百尺不夠住的人 那些人 那些就對我說過那些人 當有些人出來爭取 想改變現狀 不滿意 那些人 你就說屌香港還能住 你搞不住香港 就是踩到心口 那這個香港就這樣瘋了 其實那些人也是有不滿意 因為想改變 但有些人身體力痕 把心想改變 就反而是屌實回來 我心想 喂 很簡單的分別 我不管你劉世倫 或者吳哲心下 用這些個案子 對他成功 有些人破壞規矩 對不對 而是沒有人退執法的 那你是否要由規矩 繼續被人退破壞 還是你給了一些訊號 就是你們這樣破壞規矩是不對的 你們都會有代價的 我們只是給了一些合理的訊號 你被動和別人主動犯規兩回事 很簡單的 這個結局就是 有些人說 總之族群受恆不行 總之暴力抗爭就不行 沒有說到這些 有些人就有些原則 香港怎樣爭取民主也好 總之暴力抗爭不行 總之族群受恆不行 總之你有份萬多兩萬元的工 好好的生活 就不要弄斷香港 就才可以這樣 所以香港就是這樣 是你們一手一腳建構而成的 這麽荒謬的現象 而同一班人 就等於 就是同一班人 我前一班人不是經常吵殺他葉劉嗎 就說你這樣吵葉劉 就幫林鄭去拉票 就同一班人有思維 然後我今天 我發不出圖 大家自己去林卓廷的Facebook搜尋 他說什麼 他說香港人你受救命 我真的吵你 你民主黨說這句話 真的充滿幽默感 你香港人受救了嗎 香港人受救你民主黨 就是因為你們這班混蛋 弄得爭取幾十年民主一無寸進 弄得握救我們選議會幾十年 施衛素餐 你們就肚滿腸肥 出來又做公關公司 例如李華明和李華明 你發放了 蜜刀都穿不下 然後你再問我香港人死了沒有 這很可笑 我真的想說 為什麼香港人會問我香港人死了沒有 這問題 就是你那一班黃絲帶民主黨 弄得我今天這樣 即是那些方案 對方案 現在問我香港人死了沒有 就等於我們剛剛看新聞 說這女人是不是瘋了 我們一手一腳造成的事情 然後我們再笑他 是否很有幽默感 这个真是超级喜剧 之前看几张照片 我经常去踩名创与优品的 去抄人物 去到韩国也有 在日本去电视台访问韩国的人 韩国那些人以为那些名创与优品 真的来自日本 我以为是日本的那些 原来这家是大陆的 仍然是要抄人物 于是韩国的名创与优品 他就说 我们将无印良品 和大创三家日本品牌的 优点结合成为新品牌 就是你说是 就是你说是 所以说 然后就去香港又用名创与优品 那些人又跳去搏襯 然后你就笑他 你又抄无印家 你笑什么 人家现在奇门 门庭于市 我许多朋友都照去买 因为够便宜 这些就是香港人一手一脚的造成 不应该越远 然后我去提醒 或者去明创与优品 反他们的运动 也就给那些人了 真的很好 跟香港黑警的逻辑一样 全部都是搞笑 好 第二节 第二节 所以我们今天就试一下 因为我们就很想帮Marvin 买一只药 但是药这一药 不 它是健康保健产物 保健产物 我想药就不是我 好 健康保健产物 我收一下 它这个是多重灵脂重用 类的糖泰精华 保光首选 OK 我们现在会做些什么呢 我们在三十到四十分钟内 是 就会掃除外面的酒 那喝酒之前 我们应该要泊四粒药 你泊 你泊 还是我泊 我泊 我的酒量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和时间 就会试一试 看看是否泊了药和泊药 有什么大分别 不如你泊药 OK 我可以开啤酒送 哈哈 正确是不应该用啤酒送的 Marvin说了 就应该是 你开始前半个小时 就喝 即是吃 吃完之后 接着就 透一透 即是它消化了 就可以保护你的肝 就会可以 其实它本身是一个护肝的药 它不是为了解酒用 但是发现副作用竟然这么好 就是可以解酒 就不怕喝醉 所以就 很多人就 很多人就想私用 提醒过 譬如你泊得多 好像有些倒了 接着就喝 吃多两粒 吃多两粒 那我们就试一下 这个补充的东西 可以吗 4粒 现在拍了 你不要 不要哭 你喝多多 我喝多多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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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當康洛 四粒試用裝 已经在STORE MIHK有得买 还不快点上来试一下 啤梨漫步 星期一至五 晚上六点至八点 我们下天 我们下词 我们下词 我们下词